無線電視業務總經理陳志雲 其前助理思潮廣告公司董事重培坤 以及無線電視前市場及營業拓展主管陳永孫 涉嫌村謀詐騙及貪污案件 繼續在灣仔區域法院聆訊 思潮公司一名民員作供 證人指2009年無線電視在澳門新豪天地舉行 飛翠歌星賀台慶 思潮要求新豪天地支付589萬元 其中520萬是無線製作費 餘下的69萬是思潮的物資及交通費 但新豪天地實際只是向思潮匯款570多萬 連同其他餘款仍欠5萬多元 聆訊下星期繼續 新豪天地的證人將出庭作供 預料下星期二開始 法院會陸續傳照無線電視高層及藝員上庭 香港《歡頻》電視記者 袁俊豪報導